本贪会今天正式提供滨海战舰弊案 第一名被告 他就是战舰承包商莫士德公司的前高层 更是我国海军前司令丹兹里阿莫南地 被告面对三项失信罪名 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多令吉 但他否认有罪 获准以50万令吉保外候审 78岁的被告今早8点在家属陪同下 抵达解放坡法庭面控 根据三项控状 在2010年7月到2011年5月期间 这名莫士德公司前董事经理 在位于吉隆坡的办公室 没有事先经过董事局的批准 就分别批准三笔巨款 汇入三家不同公司的新加坡银行户头 抵触了刑事法典409失信条文 一旦进程可被判监禁至少两年和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和鞭吃 被告否认所有罪名 地勤法官批准他以50万令吉 外加移民担保人 以及20万令吉保外候审 同时要交出国际护照 备用这些换取了 同时要交出国际众 也许多对用高出品 同时要交出国际众